你我昔日轻易 便如此残 世间残酷 谁人不顾 他已经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了 却不懂得珍惜 死了也好 懦弱的人 不配活在这个世上 公主 你还记得你的初心吗 当然 成为女帝 改变南臣腐朽的朝政 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那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 是为了这个初心吗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那我问你 一人之命 与一家之命 孰轻孰众 一家之命 与一国之命 孰轻孰众 舍一人一家 保一国百姓 有何不可 任何事情 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可同位处宠 可同位处宠 为什么孙儒必须要死 而周四山却活得好好的 全意之计罢了 等事后到了 他自然会得到应用的惩罚 好 好 去行还真不小 黄叔 黄叔 不知黄叔驾到有事远迎 还望黄叔恕罪 是本王不请自来 讨扰公主 黄叔前来找我 是有什么事要吩咐 也没什么 只是想对公主说几句话 好 黄叔请讲 刘家喜耳恭听 悬崖勒马吧 黄叔这是何意 你父皇生前 最不愿意看到的 就是同事曹哥 他希望 他所有的孩子 都能平安到了 也希望 你们能够守足相爱 相互照顾 可惜呀 事实总是难如人意 看来 你是不愿迷途之法吗 迷途 那黄叔觉得 什么才是正道 正道 便是你父皇的遗命 他既然传位给称了 本王便会誓死拥护 有人要是敢包藏祸心 动摇我南臣之根本 本王定不会手软 那柔家 便拭目以待 浊华 你怎么来了 略作叨扰 还望公主 不要见怪 你这话 跟皇叔倒是很像 那公主应该能猜到 下官的来意 浊华怎对我如此声说 下官以为 公主心里是明白的 你我志同道合 且境遇相同 亲缘淡薄又同位女子 脚下的路有多难走 我们都很清楚 既然如此 我们更应该同心同德 相互扶持 走完这条路 下官以为 公主此话不对 哪里不对 起初 我真的以为我们可以并肩而行 后来 我又以为我们至少是殊途同归 可到如今我才发现 原来我们早就背道而驰 分道量镖了 你我昔日欠你 便如此在 既然她不是台军 就别怪我心狠了